Coco早餐 时间是8点16分 我是周玉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昨天呢在一行北节上面呢 这个从龙山寺到江紫翠这一段呢 这个本来就是台北捷律系统的当中最长的一条路线 如果你做过的话 这个中校敦南线我是经常做的 那从龙山寺到江紫翠 他不仅是很长 而且他是经过地下 所以是黑暗的 这个很这个 这个悠长的一段这个旅程 那在车上呢 这位叫做张杰 他的名字刚好解释又是捷运的杰 东海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他平常是住校的呢 跟同事还住在一起 他的室友啊 昨天也接受访问 说他们曾经在他的宿舍的门口啊 这个张贴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布告 不过这个小布告 大概就是他们年轻人啊 这个自己写的 就是他说不是张杰写他 是他写的什么 我要放弃治疗还怎么样啊 那跟张杰是没关系的 这个是同学 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在一家新闻报道当中有所澄清 可是昨天东海大学的主任秘书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因为看到张杰在四月份的时候 在他的FB上啊 这个对于 他要干一件大事这个事情啊 这个有所说法 所以还稍微的注意了一下啊 那把他找去 那这位张杰同学还跟学校说 哎 我很正常啊 没有什么 那昨天他接受这个警方的约谈的时候啊 就说他可能呢 是这个从小的时候 他就想干一件大事 就想杀人 他还写过小说 是一个格斗的小说 这个格斗的小说呢 基本上来讲呢 就是在这个铁路上面啊 这个车站里面啊 把人围起来杀人 那到底他是不是反社会性格 那他这种从小这个的意念主张 跟一般人不一样 父母应该怎么样关照 据说他并没有精神病就医的这个状况 可是我们可以说 他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吗 我们先来请教的就是 这个非常知名的心理医师啊 也是精神科的疾病的权威啊 是杨聪采 杨医师 杨医师您早 对 女后姐 早安啊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的 昨天的这个张杰的这个案例 从你专业的角度来看啊 他是不是生了病啊 要列入考虑了 因为我们几个观点吧 第一个就是说 刚刚里面有在提到反社会人格 其实在精神医学里面 是有反社会人格这个疾病名称 那目前拿对照意见 那个所谓的资料来对应 对应不起来 因为反社会人格其实是从小的时候 他可能就有开始淘家啦 打家啦 翘课啦 说谎 抽烟等等记录啦 我们目前得不到这个讯息 那但是我们相信他后面 一定会执行精神鉴定的 那从他这么蓄意的动作来讲 大概有四个东西是要考虑的 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他呢是一个 看起来要考虑他对周遭的环境 是充满了愤怒跟敌意 所以他出现了这种叫做 抗社会的一个行为 这不叫反社会 就是说他你可以看他拿着凶器呢 然后很蓄意的在三公里的 坏到四公里的行动中的扯向里面 他去砍人 伤人 杀人 那这是一个愤怒跟敌意的表现 要考虑 第二个呢 就是是不是到底有所谓的精神疾病 因为我们精神疾病里面 有个叫思考知觉障碍 那是一种脑的内分泌失调 那种的状态之下 他可能会产生了被害妄想 关系妄想 他会思考模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会认为周遭的人 是对他不利的 不友善的 是他压迫的 所以他要做一些先下手为强的自保动作 第三个呢 是要考虑的是不是他在极度情绪 不稳定 负面情绪很高的状况 这个跟日本千月圆的 随机杀人案例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那个个案 你如果去查他的资料 会看到这个人呢 他从小就有立志要干大事 但是呢 他一路走来 他会觉得他是受挫的 是忧郁的 是没有被别人瞧起的 是被别人排斥的 所以他就产生了极度负面的情绪 甚至想要严重的话会产生同归于尽 杀人然后自杀的可能性 那另外第四个要考虑的就是他脑袋的功能状况 因为呢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人呢 研究报告显示说 像前额叶呢 受伤 他的良心中处被功能干扰 没有良心了 然后或者是受到一些药物的影响 这个时候都可能会造成他的情绪系统不稳定 然后做的事情呢 都是以在没有良心的状态之下 做出那一些让我们很心痛很震惊的事情 好 您提到这四点啊 就是说第一点讲的这个 我们呢 普通讲反社会 您讲的是一个抗社会 抗比反还要这个严重嘛 对不对 那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闻报道 他在接受这个警方征讯的时候 他只说他想做大事 想有名 然后他想死 可是他又不敢死 所以他觉得杀多一点人可以有死刑 那也有人认为 如果照这个 这个我们这样讨论 好像在替他解罪似的 他这样精神状况有问题的话 他似乎就不会有死刑了 一般我们从这个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看 现在要安慰的恐怕是一个被创伤的一个社会大众的情绪 对不对 那我想这个先请教杨聪采医师 就是说对于社会大众的情绪上来讲 你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对于媒体而言 其实我们也在专业跟专业的良知 还有这个案件的真实报道当中 其实是有某种程度平衡上的挣扎的 对不对 对 几个方面 当然我想我自己也常常搭协运 我都开玩笑之后 我现在上协运 大概不太像以前这样子低头看手机了 我可能都会留意一下周遭的状况 对 那昨天我上了一个谈话性节目 我见到有一位林圣杰武术教练 还有林永平这个前市长 我觉得其实不妨 我们大家平常有 如果有危机意识训练一些 所谓的可以自保防身的一些技术 所以他健康身体还可以碰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会慌乱 可以做一些至少保护自己健康安全的动作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媒体的报道 因为这种所谓杀人 所以我们既然看到有人 竟然也成立了所谓周结论师团 哇在歌功颂德他正面的状况 我觉得这当然是 号称在自由民主的台湾社会 什么言论都可以发生 只是这种言论会让我们令人很感慨 所以我想媒体的报道 跟自杀防治的报道一样 可能不能去一直描述 这个所谓的杀戮过程的细节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担心有人会采访成所谓的模仿 Copycat的效应 那我想第三个 这一般来讲 这么重大的生活事件 伤害事件 目睹者或是社会大众 可能常常会有期段时间的贫富期 一般来讲是要一个月 我想我们会希望 但政府的公权力 也能够做出对应的一种安全措施 让我们对搭乘大众捷运系统 是有信心可以安心的 是 您刚刚讲到这是一种防范 对不对 那因为过去我们的捷运 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所在 那现在突然之间 这个场域被破坏了 那短期之内 大概很多人还是会充满了恐惧 所以一个社会情绪要平复 当然就要增强我们自己的武装的力量 对不对 不过我自己 我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就说他是一个很瘦的一个年轻人 他昨天手上拿的那个刀子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刀 他是一个还蛮长的 蛮大的一只水果刀 但是为什么拿着水果刀的一个疯狂的一个男的 车厢里有这么多人 然后其他人手上没有可以把他撂倒的东西吗 没有办法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比方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用手上的其他的 比方你的这个手袋啊 或是其他东西来制服他 那为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是因为真的没有心理准备吗 我相信是这个 因为我相信我们一般脑海的印象 就是说搭捷运是很轻松的 很自在的 可以低头滑手机 可以闭目养分 甚至可以跟别人 做到聊聊天 我们真的没想过 在台北捷运这种 已经算是被世界等级 以及跨的交通工具里面 会发生这种凶杀 我们还幸好说 我们有枪支管制 要按的话 虽然如果在国外这种 要随机 甚至拿起枪来伤人 那是更可怕的 所以我想 经一试长一次 就是说我们 相信在自己会学 就好像开车一样 不撞人家 但是要小心不被人家撞 等一个原则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能要学习到说 我们平常会怎么样养成 危机意识 注意周遭的一些风吹草动 如果也会 就好像演习一样 自己会随时摸你 想象中 如果我周遭 现在碰到一些意外的状况 而且可能会危机 我生命安全跟健康的时候 我用什么基本措施 甚至呢 不像你刚刚提到 我相信昨天大部分人 当场是吓傻了 对 就没有任何感应 大概是腿软了 或是赶快跑 如果到后面最后一截的时候 看到有人呢 会拿着雨伞 然后呢 跟他对峙 还骂他 其他人可以大声的 折骂他 克制他 我觉得这个东西 都是经一试长 一直让他知道说 团结力量大 会有一个群众的力量 来克制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也疯狂的举动的时候 这是正确的 而不是一味的一直逃避 对 就要跟他有对视吗 要把他的气焰疯狂的 这个举止给压制下去 我再请教这个杨医师 因为这几天 一定很多人觉得做捷运 不管是台北 或是其他地方 高雄也有 就会是一个很恐怖的 随时要准备 你可能碰到 有令人害怕的一个处境 那也有人说 是不是我们也要来做 这个金属的探测 安全检查 其实我们以前在别的地方 像北京 这个每一个出入口 地下铁都要这个 人要走过金属探测 然后东西都要经过 X光检验 我每次经过都会觉得 好麻烦 都会很怀念台湾 台北 那经过昨天晚上之后 每个人情绪可能有波动 你认为如果一个 外在的这种安全措施 会有帮助吗 当然适当的安全措施 会让我们增加安全感 但是台湾实在是很民主 很自由 当你说增加金属探测器之后 会不会有的人就开始抱怨 不自在 就好像高铁那个时候 有的人要装汽油 然后大家也在考虑说 要怎么增加安全措施 适当的安全措施 借由公权力的设计 让大家增加安全感 这个是对的 但是怎么做呢 又能够让大家能够接受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及时广义 而且能够取得大家的共产 否则的话就会过犹不及 就会生活在更恐惧当中 反而对心理状态对不好 对不对 谢谢了 对 谢谢杨从财 杨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